什麼吊橋 球姐 這邊是富士健住在所 尾山住在所 目前好像只剩下三個 中原住在所 南高住在所 有一些沒有壓修 多冷喔 昨天超多的 然後還有其他 大家早安 今天是爬齊磊南華 就是人高月嶺 方便拍攝嗎 還害羞耶 我想問一下 那個圖鷹園住在所 是在哪個方向 在往下 在往下 第一個轉彎 就會看到它的博看 不錯 有在做功課 那個富士健呢 富士健是在2K 2K之後 有一個地方要往上去 對 上去之後要有哪個方向嗎 它有點難講 它在森林跟芒草的交界處 再來是松園 松園比較好找 好像是在7.8K那附近 對 然後旁邊就是有一個什麼 精靈的告示台 然後從那邊進去 對 在那邊往上牽 對 大概20公尺 20公尺 那個比較近 它在步道上面 如果臨時想要上廁所 也可以 沒問題 遠離步道 進到森林裡面去上 尤其是大便 麻煩挖個洞 把它買起來 很多山友會在步道上面大便 然後大完之後買起來 它大概一個禮拜就會腐化 如果你在步道上的話 它大概一個月都還在那邊 麻煩一下 好 那沒問題的話就可以出發了 沒關係 謝謝 謝謝 現在就出發了 現在十點半 現在就看走到2K 找富士健 可是富士健好像聽說比較難找一點 還跟他說在那個芒草堆裡面 所以我還覺得卸妝走上去 因為那個斜坡滿斜的 中園的話就是7.8K 他說大概上升20公尺而已 20公尺的距離 很近 對啊 這就是大崩壁 這就是大崩壁 0.5K 還要繼續抖上 繼續抖 什麼吊橋 小姐 這是以前的吊橋 這個上次我沒看到 可以走太快 嗯 這個以前是吊橋 現在有重建過 然後又斷掉 有重建說員 給他機會 有一次講他是像什麼狀況 他就是一個吊橋 這樣連過去的 就是天災斷掉了 所以就沒有整修 你看經過EK EK過後的步道就沒有那麼陡了 前面EK都比較陡一點 會比較累 所以這邊也是新手擺月適合來的一個地方 你看這個是修建的吊橋 2K了 這也是2K 這邊就有岔路往上 在電塔旁邊 哇 不行了 現在上不去了 你要去哪 這邊上面是 墓室建築在所 之前有人 有人走啦 這邊有路 沒有什麼 沒有路 現在都掌門草了 他本來可以上去喔 可以 這邊有路喔 有 哦 你可以去那邊 對 這邊有一條斜上去 斜上去之後就是 墓室建築在所 所以他是會有 就是打開的狀態 還是沒有 只要有人把它清掉 好 旗有路啦 好像三四年前好像有 三四年前 那應該真的嗎 因為那個都長起來了 所以就代表很久的人沒有人走 這裡好像有一格可以上去 這邊是可以上啦 他就說上去有個平台 那邊好像就是平台 我都不確定 這邊好像一條路可以上去 就這一條路比較靠 要走走看 沒有 應該是在這裡 因為你說 直接到盤應該是做的 對 因為電塔在那邊 這邊 應該是以前住在所的那個柱子 故意是被蓋起來 所以應該被芒草蓋起來了 這邊是富士建人住在所 但是我現在沒看到薄康 它會有一個厚厚的圍牆 但是 你上面說沒平台 平台應該就前面這一塊 因為現在都被芒草長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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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根柱子 這根柱子 這根柱子應該是以前住在所的梁柱 這根柱子應該是以前住在所的梁柱 這根柱子應該是定性的 這根柱子應該是定性的 富士建柱在所 新建於1931年 也就是物色事件後生建 因為物色事件的關係 所以他們針借富士建柱子 增強警員 然後控管這邊的那個原住民 他現在好像都被芒草蓋起來了 找不到他的位置 在森林跟芒草的交界處 這個住在所的名稱就是 因為他的位置可以看到 馬爾浦富士山 就是對面那座山頭 在芒草堆裡面 裡面很久沒人走 太久沒人走 因為很早會去找這個啊 那那個是真的太少了 是啊 可是內行的才去找 在地的 這邊以前有能高越嶺就道 最早期是賽德克族的 交通貿易與前途的射路 之後是1914年 泰魯閣戰爭中的日軍 攻打泰魯閣族的一條路線之一 之後在1917年 他們沿著這條戰線 重新開闢 能高越嶺古道 並並名為 初櫻齊來橫斷道路 為能高越嶺的舊道 當年的古道全長是83公里 由南投的物色到花蓮的同門 初櫻那邊 然後一樣是經過中央山脈 不過下北偏一點 越過齊來里山 然後下到天池山莊這邊 所以以前繞的路線比較高海拔 之後在1925年改道 改道海拔比較低的地方 也就是現在的能高越嶺古道 往冠屁巴表的方向 然後這段古道全長好像是76.8公里 現在到4K這邊 有個插路是滿尾山山 以前這邊有個駐塞所 就是尾山駐塞所 就是在雲海保鮮所那邊 你說1.7K也挺滿遠的 對啊 所以如果你說要撿其實也 有人撿 有人會去撿 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時間很夠他會撿 他上去之後就往另外邊下去了 然後到第一個吊橋了 對啊第一個吊橋 這是小的 最後一個也是南高復布那一個 對啊 南高吊橋 那個在復布旁邊 那個再搞得高 看到第一個吊橋了 然後雲海保鮮走在前面 哇 啊這個怎麼那麼晃 都超晃的 還練我一點 路面 現在是在土地宮廟這裡 他在這裡原因是 他早期是在天使山莊旁邊 那因為當時天使山莊失火 所以他就被移來到這裡 移到雲海保鮮所的旁邊 那現在也是登山客 會來這邊拜拜 然後求登山平安的一個地方 我們到雲海保鮮所了 那就是雲海保鮮所 雲海保鮮所 就是尾山駐在所改建的 你會不會打到有一個痕跡 什麼痕跡 他都打掉了 都打掉了 地基 對 因為物色事件 這邊的所有駐在所都被燒 因為駐在所 都被燒掉了 對他們來講是鞋類型 對啊 假的也是他們理番政策建的 對啊 這之後有重建 也是1931年重建的 維山駐在所 舊的話是在一公里外 東側一公里 那他的那個地基已經碳放掉了 不見了吧 不見了 就慢慢走 現在是12點55分 我們12點35分到了 然後休息20分鐘 現在繼續往下走 剛剛經過那個銀海保鮮所 他主要是在日治時期 台灣佐渡府就已經有規劃 東西向電力運送計劃 是在1943年就有計劃這個 東電西送 但是因為二戰之後他們戰敗 所以他們就特調 然後就沒有繼續改建 光復後 國民政府來台 才改建成現在的保鮮所 那其實中福在1950年的時候 因為政府沒有資金去蓋這個 所以美國有幫助國民政府 然後在1953年 才完成這個 東訊向電力運送計劃 會用這個計劃的原因就是 東邊的水力發電很足夠 然後要送往西邊這邊 然後沿路有蓋9個保鮮所 目前好像只剩下三個 你說導得到了 導得到就是 第一個就是 雲海保鮮所 第二個就是在天池山莊 天池保鮮所 最後一個就是 能夠越嶺東線那邊 就是要往光P 巴表那個方向 再過去就有一個 跨海嶺保鮮所 剩這三個 因為那個他唸光P 巴表是光P 光P 所以大家都唸錯了 可是我唸光貝 大家都唸光貝啊 我跟你講為什麼他唸光P 大家都唸錯了 因為這個P字呢 它是跟P間那個P一樣 喔 P間的P 有覆蓋的意思 然後他是出 大家都唸錯了 九成大家 他是出自梁書卷 第二本 街舞地中的一句話 莫不在明德 光P離遠 用那個光P來用 就是P啊 所以是光P 但是他光P 巴表就是說 光P是 只是唸八方 巴表的話就是八個掛位 光明照亮八方 然後造福大眾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是 有八個字 光P八表 地埔名聲 那現在的保鮮所 全部都是 住在所改建而成的 我們剛剛的東西 那個是能高山吧 那怎麼就是啊 好高喔 舊路吧 對啊那一看就是自己行的 吊橋 對啊就舊路啊 舊路在下面 吊橋那樣 高到這一段就是走不高 裡面那個吊橋 據說也是舊尾上 駐在所的位置 就是因為風掉了 所以就不見了 剛剛不是我講的 就是高落 其實因為塌掉了 就是這一段塌掉 對下面就舊路了 現在旁邊這一段就是 5.6K 也就是目前最大的一個 封閉 這邊就是快速通過 現在我們到 公園住在所這邊 從這邊 往上走 可以看到 公園住在所 或10公尺而已 我們上去看看吧 總部罩起來一下子 就可以看到 一個坑 那個呢 聽說就是彈藥庫 然後住在所就是 在那個前面那個平地而已 離一步到不會太遠 大概20公尺 然後為什麼他這邊 會取名為松原住在所 就是因為他這邊 是在松林裡面 所以他就是叫 松原住在所 一樣興建於1931年 也就是 烏射事件後 增設的 然後當時的那個彈藥庫 都會離 他們的住在所有一段距離 這邊 有一條路線 應該就是往住在所的位置 那我就不先深入了 那他的位置大概就是在 山中的金里康萬這邊 所以很近 他就是在上面而已 那裡就是烏燙窯 一樣是給日常生活取暖用的 要走到那邊去 好遠 我們就不要坐在 there 再見 這邊 我們現在是到今天 再一個月就好 我們到達後 走到這邊 走到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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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里就是山城瀑布 也就是门高瀑布 卡罗湾西的下游 这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吊桥 第三个吊桥 这我们全走就是 天子山庄了 快到了 終於到天池山莊了 現在4點36分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天池寶線索的一顆杯 沒有 那可樂呢 沒有 都到了 不好意思 現在是姓媽咧 喔 這邊要遞到 Woger 往這邊進不去嗎 不行 要從這邊進來 這個是竹米 這邊還有一波 這是大熊 可以拉的 可是身體在玩手機 對 我今天不只能做紀錄的人 跟 身體還很大 你現在還有戴這個 喔 這是進的 進的 進從那邊走 進膠帶的 來 拍完了喔 介紹完了 謝謝 這邊就是廚房 自主廚房 現在我中後方的是天池山莊 它興建1918年 當時是南高駐在所 當時的建造方式是用 檜木造的日式建築 私底座外觀優雅 設施齊全的一個駐在所 所以又稱為 人高檜木御殿 然後1930年的物色事件 人高駐在所就被燒毀 很快的在隔年 他們又重建了人高駐在所 然後在光復後 這邊就改建為天池寶信所 不過在1986年的時候 天池山莊又受到大火焚毀 所以直到1993年 才重建為鐵皮屋 但因為現在登山客越來越多 所以天池山莊在2011年重建了 重建的現在這個樣貌 然後也是目前 山屋中最豪華的一個山莊 那邊目前有雲鋪 看美女切香腸 不錯喔 等一下再放一點蒜片來裡面 是那個ROGIC牌香腸 讓我們想偷吃 這叫試吃不叫偷吃 好吃 好吃有啊有熟 好吃 這一碗都你的 今天的晚餐 這碗這麼多嗎 沒有一張 我吃不了這麼多 蝦子香腸 你可以拿那個啊 可以拿那個 菜 這是咖哩嗎 太熟了吧 這是梅干控肉 超豪華 這怎麼吃啊 你能不能吃到咖哩 你能不能咖哩耶 好了 這個我好拿囉 拿梅干麵 好好吃掉 我就想跟你們 他們現在在當集合好不好 跟我們一樣的位置 這是我們的帳篷 進去啦 欸這超大的耶 欸它這補素席 而且開好的地步耶 乾淨耶 很豪華耶 還不錯喔 不用自己背帳篷 來做那麼好 對不對 啊今天先整理那個 風領包 7點 7點47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準備整理一下 那明天的東西 看不到大雄 不需要看見什麼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裡 明天就繼續 大雄漂亮喔 一定要吧 不然怎麼做事 大雄跟今天說很安安 好啊 晚安 晚安 3點出發滿睡覺的 很快睡覺了 休息了拜拜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妳如果沒有訂閱 妳叫什麼名字 中文字幕——YK